这也太猛了 火蛇一边窜 老板一边烤香肠 旁边的顾客看得目目转睛 就好像在看表演一样 火蛇不长眼 想往前靠又怕被烫到 一辆改装机车 往上跌了一个砖造火炉 最后再架上铁盘子 这可是号称全台最狂的香肠摊 这是用油档啊 所以油档摊起来会比较碎掉 老板看起来很腼腆 但他可是香肠专家 专烤香肠已卖卖了40年 独创的肠衣是用羊肠做的 还会散发淡淡的药酒香 而且烤火常常一窜 就窜到30公分高 和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香肠 真的很不同 专烤香肠严格说起来 是在铁盘上用炸的 因为用的是羊肠 所以灌的香肠体积比较瘦长 而一般传统烤香肠 用的是铁网 猪肠灌的也比较短泡 肉比较扎实 肉比较扎实 对对 不会很短的 它比较嚼劲 但里头呛养牙 夏天一年比一年还要热 每次烤香肠就像巴露一样 这样怎么冻得掉 所以老板 媳妇 女儿 三个人得轮翻烤 棚架下喘口气 也要没关水 来 补充水分一下 没有 口号 我丁肠了 但超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电解毒品的激化下 可能再造成我们整个热的伤害 不只烤香肠 还有烤玉米烤鱿鱼 有人还自备冰毛巾 销鼠各有一套 大热天在火炉前做生意 不仅要防中暑 忍工也要一流 介练文彬 云林报道